传说 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 住着一群凶猛的巨人 他们会把人类当作食物 这时 有一个巨人正在做饭 他所用的食材有两头猪 还有一个活生生的男人 男人被裹上了面饼 巨人把它放到旁边备用 男人想挣脱逃跑 但是他根本就动不了 巨人拿出了三根竹签 他要把面饼给固定住 一根竹签直接插向男人 差一点就扎到男人的裤裆 下一刻 巨人在笼子里抓出一个人类女孩 准备把它切成肉片做肉卷 下一秒 一个小伙子举起一把剑刀 剑刀直接插进了巨人的后背 巨人开始挣扎 结果撞到墙上把自己扎死在地 原来 这帅气的小伙名叫杰克 他很小的时候就听过巨人的传说 而这个传说伴随着杰克整个童年 在神话故事里 古代的修道士们将一颗魔斗种在土里 魔斗瞬间就长成了巨大的豆苗 直穿一销 他们费劲爬到豆苗的顶端 本以为可以到达天堂见到上帝 结果等待他们的 却是凶悍无比的巨人族 巨人们通过豆苗来到人类的世界 他们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 然而最可怕的是 他们非常喜欢吃人 那时的国王埃瑞克为了赶走巨人 就命令修道士们用黑魔法 把巨人的心脏铸造成一顶皇冠 当埃瑞克国王戴上这顶皇冠之后 所有的巨人就不受控制地跪下了 并且听候他的差遣 国王命令巨人回到天上 并命令手下砍断了豆苗 和平这才重新回到了他的国土 在国王死后 剩余的几颗豆苗和皇冠用来陪葬 由他亲自进行保管 童年的小杰克知道这个故事后 他非常担心巨人们再来危害人间 于是他在心中暗暗决定 长大要做一个巨人捕手 守护人类的安全 转眼间 杰克长大成人了 不过他没成为巨人捕手 而是成为了一个穷二代 为了修补家里漏雨的房子 这天叔叔让他去城里把马卖了换钱 而杰克遇到一个修道士 修道士想用几个豆子换他的马匹 修道士解说这些豆子是魔刀 而且是无价之宝 让杰克拿着豆子去修道院 到时候自然会有人给他钱 单纯的杰克居然信了 叔叔得知杰克用马坏了豆子 差点被气死 他直接把豆子撒在了地上 杰克弯腰去捡 结果其中一颗成了漏网之鱼 然而意外就此发生了